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吉林的严百灵同修与我们分享 重病缠身 医生断定仅有三至五年寿命 休息心灵法门仅仅几个月时间 指标全部恢复正常 医生也大为惊叹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吴我利他的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各位法师义工和佛友们 我 我来自吉林省农村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 生活虽不富裕 但靠着勤俭持家 日子过得还不错 夫妻和睦 女儿乖巧懂事 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考上了大学 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满足了 可是2015年10月 一个晴天霹雳击破了我原本美好的梦想 我成了一名混合型解体组织肺动脉 在高压疾病的患者 患病初期 我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只是浑身乏力 三福田双手冰凉 也不敢去碰凉水 去了几家医院 都当成气血不合之类的病治疗 吃了一个多月的药 病情没有减轻 而且越来越严重 两条腿似罐签一样的沉重 呼吸困难 举步维艰 走七八米的路 都就累得难以支撑 而且肢体已经见破的一丝凉气了 否则便无一点正常气色 便白便紫 整个人就是废掉了 什么也做不了了 2015年10月23日 我开始入院治疗 11月20日出院 12月20日复查 结果是新功能三级 新防新史都大 三剑半反流速度也大 这级意味着治疗的效果不明显 医生看了这个结果后 也很失望 并对我说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我可能只有三到五年的寿命了 而且前提是还要加一些药 才能维持到三到五年 我听了之后 心情非常沮丧 没想到生命这么无常 我的孩子刚上大学 还没有成家 父母年纪大了 我还没有好好孝敬 就这样离开 有太多的不甘心和无奈 短短几个月的治疗 已经花光了我家所有的积蓄 后期的治疗费用 都是靠借钱来维持的 如此不尽人意的治疗效果 让我失去了信心 难道我就这样等着死神降临吗 就在走投无路时 杨大姐结缘了心灵法门的书 我顾不得细看 就开始念经了 先是念大悲咒 笨笨咳咳念了几天 我惊奇地发现 能安稳地睡上四五个小时的觉了 从开始治病以来 因为药物的副作用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睡觉了 这个发现让我增加了信心 我真的看到了希望 学佛念经的动力更足了 不到十天的时间 大姐又帮我设了佛台 叫我在菩萨妈妈面前许愿 此时我才明白 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的重要性 于是我在菩萨面前许愿 病好后来法会献身说法 念一千张小房子给我的药经者 因为没有钱 也没敢许太多放生 只许了五百条鱼 念了一段时间小房子 我多次梦到观世音菩萨加持 给我治病 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做过噩梦 而身体渐渐豪转 仅仅几个月的治疗后 就发生了奇迹 2016年3月复查 检查结果出来后 医生很惊讶 一切指标正常了 我激动万分 心里明白 这都是菩萨妈妈和师父的加持 才让我恢复得这么快啊 回来后不久 我就许愿吃全素了 学佛念经更精进了 我每天除了吃饭 就是做功课 念小房子 抓紧一切时间狂念经 有机会就和同修去放生 也度化了先生和女儿 和我一起念经 我虽然没有见过师父 但是感恩师父慈悲梦中 给我看图腾 还有梦中师父来帮我治疗 我也祈求菩萨保佑我能早日停药 菩萨也多次在梦中出现 消业障的梦也是不断 这使我更加有了信心 坚信菩萨妈妈一定能救我 2016年6月 在师兄的帮助和鼓励下 我参加了香港法会 一路上师兄们无私的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让我非常感动 并且又结识了那么多从未蒙面的师兄 个个如久别重逢的亲人 让我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在这个武卓恶事 物欲横流的时代 能认识一群这样的人 我真是感到万分荣幸 法会的殊胜 庄严以及佛菩萨的加持力 我亲身的感悟到了 赞叹之心 感恩之心 无以言表 去法会的路上 我还是拖着沉重的脚步 气喘不止 靠着药物来缓解身体的不适 往回走的时候 我已经步履轻盈 不断自己的大包小卷 都能亲力亲为 而且还能照顾别人 更加令我发起的是 回家后 我就梦到了金光闪闪的 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而且 师父对我说 你已经合格了 我的感恩之心 无以言表 唯有更精进修行 来回报师父的身 更让人激动的是 今年6月19日 我去北京复查 结果是 各新房新史正常 新功能正常 没有肺动脉高压了 竟然一切正常了 医生连连撑起 看着和我一起的病友 已经离世了 有的卧床 或者坐着轮椅 寸步难行 而我却恢复得这么快 病友们都问我 怎么好得这么快 我给他们讲了我 学佛念经的经过 现在已经有几个病友 开始念经 念小房子了 下面是我 刚得病时的诊断 和最后一次 检查正常的报告 弟子所言 真实不虚 观世音菩萨 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今生能得欲佛法 遇到师父 我真是太感恩了 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 感恩帮助我的师兄们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不辜负菩萨妈妈 和师父的慈悲救度 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 千手千眼 用我的亲身经历 现身说法 去帮助更多的 有缘众生 让更多的 有缘众生 能闻到佛法 沐浴 活光 普照 离苦 离苦 得乐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龙天 护法 诸佛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们 如果分享中 有不如理 不如法的地方 请菩萨妈妈 慈悲原谅 请师父 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 原谅 感恩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